在他們的文化中 要以對待嬰兒的方式去對待嬰兒 而且有越久越好 他們不認為孩子應該要獨立 父母也都認為他們都用愛跟寬容 來對待這位奶奶 但是不把她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除非她的感覺是正面歡樂的 不然就不能表達出來 難過哭泣的時候 她的爸爸會故意鬧她 那爸媽對她的期待呢 是當作為一個理想中的小孩 而不是一個獨立的人 Hello Happy Sunday 我今天要來講的是R.I.E這本書 那什麼是R.I.E呢 R.I.E是 Resources for Infant Educators 是聚焦在兩歲以下 在著重於親子之間的互信 跟孩子獨立自主的基礎 那她著重就是將她書名一樣講的是尊重跟觀察 那我記得我會找這本書來 是因為有的時候我就滑手機滑一滑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文章的處理方式 我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把這本書找來看 這個書有點難買 我還找了一段時間才找到這本書的 我喜歡就是Bring out baby那本書 但是我覺得她有些事情 她沒有讓我瞭解 我怎麼跟我的孩子去溝通這件事情 她一直重複做危險的事情 那我要怎麼跟她溝通 就是我想要更具體一點 她就是更趨近於工具書了 那她最重要 講最多其實就是尊重 那她的尊重是不只是尊重小孩 更是尊重父母 更是讓父母跟孩子之間互相尊重 她有說在尊重之間養大的孩子 更能夠學會和父母互相合作 這樣子一來親子互動就會更加的歡樂 然後更容易去解決問題 她覺得這些的關鍵就在於 你要保持著互相尊重的態度 那尊重延伸下來的 你要怎麼尊重孩子呢 她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避免過度干涉 那這種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是如果她跌倒了 或者是她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要把自己的態度降到最低 就是以從容的態度過去安撫她 很好 喂 非常好 自己的車子非常好 起床 很好 最後 最後 我到車 最後 我幫你控制 下去下去 出來 那如果你的反应就很激烈的话 他就会以为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但是父母要给孩子呢 其实是非常多是安全感 如果你的反应很大的话 孩子可能没办法在你的身上得到安全感 或者是说他半夜惊醒的时候 然后你就用温和的态度来去应对他 如果他想要喝奶的话呢 你就请他等一下 学会等待 然后以你最舒服的方式 跟他最舒服的方式 两个人一起享受喂奶的时光 然后第二就是多观察少动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讲到就是 其实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 那我们也常会以自己的感受投射在别人的感受 所以就像是说像父母饿了 就会觉得小孩哭了 就是一定是因为饿了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呢 我们就是要多花时间去观察孩子 了解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第三 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放慢 坚定 而且温柔 那每当就是可能每天就是要洗澡啊 要吃饭啊 或者是在外面玩玩要回家 现在Mira就go crazy 现在Mira超crazy 她现在要回家她就会放声大哭 那这时候呢 你就是要语气很坚定的说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我们现在要洗澡了 或者是你不能爬上那个桌子 另外一种语气呢 就是不要爬到桌子好吗 我们现在来洗澡好吗 就是如果你并没有给她一个选项的话 而是一个指令 你就直接跟她讲 并且以简短的句子告诉她 并且温柔哦 要温柔哦 因为我之前一直拿不定温柔跟坚定 这两个要怎么去把持住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把自己声音录下来 然后自己去听一看 看怎样的方式是听起来是温柔并且坚定的 如果就是你语气不坚定呢 其实也是反映你的内心不是很坚定 就像孩子在哭的时候 其实你是想去抱她的 但是如果你不坚定自己的内心的话 她其实会感受到你的摇摆不定 那她可能就会哭闹得更加的严重 然后第四就是我刚刚讲的事实的给孩子做选择 像是说你今天想要喝牛奶还是豆浆 你今天想要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 就是这种你可以给她自由做选择的 让她有一种为自己负责的感觉 然后第五是建立规律的生活习惯 这应该就是每一个方法都会说啦 就像是她有固定的午觉时间啊 或者是她会自己读完的时间 那你这个时间你就可以给自己 然后你就可以去工作啊 或者是你可以读书 或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甚至你可以休息 你就会有一个喘息的一个空间 最后呢就是要以身作则 她这个有讲到就是想要孩子做什么呢 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 意思就是说呢 你想要孩子怎么对待别人 那你就要怎么对待孩子 意思是说如果你对孩子生气凌人的话 你的孩子对人也会生气凌人 所以才会说在跟她讲一些 要去洗澡或者是一些规则的时候 你不能凶而是要坚定并且温柔 当她接受到这个之后呢 她也会对别人是这样子的态度 还有非常酷的一点就是 她说不要对孩子说教 直接去做不要说这么多 要说的话你就简单的说就行了 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孩子 他就是会模仿父母的行为 不管是负面的或是正面的 他们都会去模仿 再来是跟孩子说话的口气 必须要清楚 并且都是发自于真心的 无论是难过生气高兴 意思是呢 你不要对你的孩子有任何的隐藏 如果你今天情绪比较不好 可以跟她说 妈妈今天情绪比较不好一点 有点难过 那或者是说 今天妈妈比较累了 那我们可以可以怎么样吗 真心的跟孩子做交流之后呢 会让一切的关系更顺利 其实我觉得这期就有点僵势 跟家长说 大家都很辛苦 做父母很辛苦 因为不要逞强 那你要相信你的孩子 是从这么小就可以理解你的 Hello 这边是我之前没有录到的 所以我要再重录一遍 然后看到Mira看我录影片 就一定要坐上来 所以我们就一起录啰 她有在这本书里面有分享一些故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有关于原生家庭 跟童年的投射 就是关于呢 家长在和孩子参加RAE 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们家长有反映出 他们一些童年的 跟原生家庭的 干嘛 跟原生家庭的事情这样子 第一个是41岁的Cassie 跟她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两岁跟四岁 她说她来自 妈妈来自一个爱尔兰大家族 家里是权威式教育 所以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跟父母讲话必须要经过思考 在成长过程中呢 她觉得大人都不在乎她的感受 她一哭妈妈就会生气 所以她都选择偷偷的哭 他们也经常告诉Cassie说 想哭我就给你理由来哭 所以打她是一个家长便饭的事情 Cassie说到她在RAE上学会 接受自己的怒气 也接受孩子的感觉 就像她在有一个 她儿子还小的时候 她就说你看起来在生气 那她的儿子知道 她自己虽然犯了错 然后也知道她妈妈不喜欢她生气 但是她还是会选择告诉妈妈 因为她知道她就算这么诚实的 跟妈妈说她的情绪 她也是安全也是被爱的 那Cassie也说她希望她的小孩 是知道得到父母的支持 而且很有安全感 然后她自己的时候 她有时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还是会有原生家庭的那种 不耐烦跟愤怒 但是 因为RAE的教育 她也告诉自己 要随时注意孩子的感受 然后另外一位妈妈说 她说RAE的教育 跟她成长接受的教养截然不同 在她的原生家庭里面 如果大人不赞成孩子做的事情 父母会说那样做很羞耻 或是那样别人会笑你 他们用这种shame 来管教孩子 那她说她在这个RAE的课程呢 她学会用这种非批判性的方式说话 那她说在她的家里 在她的原生家庭呢 如果大人要孩子做某件事情 例如亲一下她就必须做 那她现在长大之后有小孩 她就不强迫她的小孩 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那她说啊 在她的家里 大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 永远不必向孩子道歉 那也不必向孩子say thank you 但是RAE却相反的是要尊重孩子的想法 而是双方父母跟孩子要有所交流 那另外一个becky她说了 她说她妈妈很难接受她用RAE的哲学 给孩子太多的选择 她说她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massican女性 那她们的文化就是大人要帮小孩做 而且不让孩子自己做 所以她觉得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多选择 应该要帮他们做决定 但是她跟她妈妈解释到 给孩子的选择就像是说 今天要穿红色这件还是蓝色这件 今天早餐想吃三明治还是炒蛋 是让他们在有一定的限度下面去做选择 因为她想要养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 会自己做决定的孩子 所以对于孩子穿什么什么时候出去玩要做什么 她有她的原则跟限制 就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给她最大的自由 那她说她们文化中 其他女性都不那么重视自己 但是RAE的教育让她们的孩子有所选择 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来控制她们 她说她们文化中有些人不希望孩子变脏不整齐 但她相反让她孩子去自由探索 对她来说弄得越脏代表她们就是越开心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看年纪啦 然后她也说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她们的文化中要以对待婴儿的方式去对待婴儿 而且有越久越好 她们不认为孩子应该要独立 刚开始她说她的父母看到她的孩子到处活动的时候 她的父母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随时都觉得她要跌倒了 但她说她很proud的说她的两个儿子知道怎样跌倒才不会受伤 身体要放松 然后要翻滚 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四肢 知道自己身体的能力和限制 那这点的影响对她这两个儿子日后的发展非常的大 那她也说她们两个儿子遇到事情不见得十足把握 可是她们知道自己可以面对跟处理 她们也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知道自己的限制 所以她到现在她就不太会为她的孩子的担心 那她说她的大儿子说话很直接 会用言语表达她的感觉跟意见 但在她们的文化里面呢像她这样的小孩是不乖胆大包天的 如果一个小孩有话直说的话 会被视为不尊重大人 无论大人是不是尊重在先 所以有时候她会提醒儿子在外面不要说太多 但是回家跟妈妈讨论 她想要这样子做是因为她很高兴儿子能够跟她实话实说 跟说心里的话 然后另外一位 Barbara她在讲说 她在跟她的grandson来上课 然后她就说她是被美国家庭主流方式养大的 所以是奶奶喔 奶奶带孙子 然后她发现她这个哲学并不是一个主流 那她虽然在她成长的家庭中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然后父母也都认为她们都用爱跟宽容来对待这位奶奶 但是不把她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那她的行为就反映了家庭 她必须穿裙子保持干净并且有礼貌 除非她的感觉是正面欢乐的 不然就不能表达出来 难过哭泣的时候 她爸爸会故意闹她 要她把眼泪装在瓶子里面 那爸妈对她的期待呢 是当作为一个理想中的小孩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所以她很高兴 她现在女儿跟孙子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想法跟理念 那分享到这边结束 我觉得你们刚刚应该也会看到 Mira其实会在旁边闹来闹去啊 可是我应该说我不会制止她这样子的行为 但是我会跟她说现在我在录影 她不能做这样子的行为 在很多这样的教育上面 不要觉得孩子都要听你的指令 她乖乖在旁边安静 她才是一个你教得好的一个证据吧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而是让她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啊 她想要她想要 她就想要跟我抢出 她就跟我抢出 那是可爱的 我喜欢她 Mira Mira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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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 Goodbye Mira